鼠蛇人你知道吗?一旦开悟,你身上会有五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人生路上许多人苦苦追寻,求问生命的意义和自我存在的真谛。 鼠蛇之人,天性聪慧,洞察力敏锐,对人性与世道的变化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敏锐感,然而他们内心往往充满疑问。 鼠蛇人若能在今生获得开悟,便能脱胎换骨,发生内在的深刻转变。 这种变化非同一般,是从内到外的蜕变,就像蛇褪皮剥离过去的枷锁,显露出新的自我。 开悟后,鼠蛇人将经历五个重要的转变,展现出脱胎换骨的境界。 开悟,乃天地造化的至高境界,非为寻常所得之物。 佛家常言,开悟乃心的清静,识破虚妄,觉知自我。 鼠蛇之人若能彻悟其中傲义,则一生因果皆为之化解,从而重拾心灵的清盈。 鼠蛇人开悟后的首要变化便是心静的安宁。 鼠蛇人性格多疑,对周围的人事物充满警觉,时常思虑太多,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内心宁静。 然而,开悟之后,鼠蛇人会明白,世间一切皆为因缘所聚,生灭皆有定数,再无需将一切看得过重。 心中的执念与疑虑随之消散,对世事抱持一种淡然之态,仿佛看透了所有,心底深处生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鼠蛇人不再拘泥于一时得失,亦不再纠结于人际中的恩怨,从而拥有了一种轻松的心静,如同清风拂过,世间的一切烦恼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 其次,鼠蛇人在开悟后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慈悲心。 佛法有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使诸佛教。 慈悲为怀,乃天地间至高的品德,能消容一切苦难。 鼠蛇人历来独立自我,不亦流露内心情感,然开悟之后,其心境大开,往往能对他人的痛苦生出怜悯之情。 鼠蛇人开始懂得用善意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无论对方过往如何对待自己,鼠蛇人都能从容一笑,体会到众生苦难,并主动以善意待人。 慈悲之心的出现,象征着鼠蛇人灵魂的进化,是一种深层的智慧觉醒。 他们不再因小事而心生怨恨,而是看淡一切,以宽容的心胸接纳周遭一切不如意的事物。 开悟后的鼠蛇人会发现自身的智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鼠蛇人天性聪慧,善于分析事物的本质,但往往因太过注重细节而难以看到全局。 然而,开悟的智慧使鼠蛇人洞察力更为深邃,他们不再局限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能够从内在本质上理解问题。 开悟带来的智慧如同一道光芒,照亮了鼠蛇人内心的黑暗,使他们看透世间的真实。 鼠蛇人不再困惑于那些表面的问题,而是能迅速找到解决的路径。 智慧的提升使鼠蛇人能够在生活中更为从容,做出决策时更加果断,从而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中越行越稳。 古人云,人者见人,智者见智,鼠蛇人一旦开悟便会超越俗世的判断,走向更加广阔的智慧之境。 鼠蛇人在开悟后还会迎来身体的转变。 佛家讲究身心合一,心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 鼠蛇人一向思虑过重,容易被压力和焦虑困扰,导致身体常常感到疲惫。 然而,当心境平和,慈悲升起,鼠蛇人的身体便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 此时,身体如同焕然一新,宛如卸下千斤重担。 鼠蛇人不再为过去的事情而耿耿于怀,也不再为未来的未知而焦虑,身体的能量流动顺畅,气血调和,许多病痛也随之缓解。 开悟后的鼠蛇人会体验到身心的通达无碍,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健康和活力。 鼠蛇人开悟后的最后一个变化便是灵性层面的升华。 灵性的提升使鼠蛇人更加接近本真的自我,不再被外界的名利成就所束缚。 鼠蛇人开始明白,世间的富贵荣华只是过眼云烟,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在于内心的平和。 他们会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渴望寻找生命的意义。 鼠蛇人开悟后,灵性得到升华,与天地宇宙产生共鸣,仿佛与大自然的力量融为一体。 鼠蛇人不再追逐那些世俗的欲望,而是回归内在的安宁,以简朴的生活方式找到真正的满足。 灵性提升带给鼠蛇人的是一种归属感,使他们不再被所事所扰,反而能在简单中感受到生命的深邃。 鼠蛇人之所以特别需要修行,是因为他们的性格中有一部分执着与纠结。 鼠蛇人容易在事物的细微之处打转,总是习惯于深入思考,往往对生活、事业、人际关系中的问题无法轻易释怀。 这种深入思考的习性虽然让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见解,但也让他们容易被过度分析所累。 修行,尤其是佛法中提到的放下执念,超越自我,正是帮助鼠蛇人从这种细致的纠结中抽身出来的方法。 鼠蛇人若能修行开悟,便能够更轻松地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放下那些内心的执着,进而更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得失。 另外,鼠蛇人性格中带有一丝神秘感,这种特质让他们对生活和宇宙的奥秘充满了好奇心。 因此,修行对于鼠蛇人来说,不仅是化解内心焦虑的一种途径,更是通往自我探索的途径。 修行的过程能够让鼠蛇人感受到自身与宇宙的关联,打开他们对生命和灵性世界的理解,让他们逐渐走向内在的真正智慧。 鼠蛇人追求知识,但真正的开悟并不在于外界的知识积累,而是在内心深处找到对自我与世界的答案。 修行能够让鼠蛇人不再只依赖外界的信息,而是通过内在的觉知找到通往智慧的路。 修行对于鼠蛇人来说,也是解决因果业力,改进命运的途径将来免去六道轮回之苦。 鼠蛇人往往具有一些来自前世的因果业障,或许因为过去的某些行为,今生会遇到某种反应性的痛苦与考验。 修行能够帮助鼠蛇人认清这些因果关系,通过善行和正念来化解前世的负面因果,逐渐改善自身的命运。 正如佛法所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鼠蛇人修行不仅能为今生带来更多的福报,更能积累来世的善果,减轻未来的业障。 鼠蛇人一旦开悟便能经历心境、慈悲、智慧、身体、灵性五大层次的变化。 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不断修行、不断觉悟的过程。 开悟后的鼠蛇人不再被世俗束缚,而是以从容、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在这个过程中,鼠蛇人会发现生命的意义远超世间的一切追求,真正的满足源于内心的平静。 鼠蛇人若能在今生达到开悟的境界,便会活得如流水般自在,如清风般轻盈。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人生就像是一场游戏,任何人都想通关,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细如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正拿着不属于自己的剧本,过着不属于我们的人生。 正是因为剧本未知,所以我们将面临复杂且难测的生活风险。 就像一个中年人,只希望生活压力能够小一点,生活可以安稳一些。 可是,你越是求安稳,越会是愿味。 也许,有阻碍才是生活的常态。 就像一个老年人,只希望能够过上儿女围绕,简单自由的生活。 但是,你越是求简单,生活越是变得不简单。 现实的一切,都跟我们理想的追求,反着来。 人生几十年,终究是不如一世十之八九。 前方的阻碍,占了我们人生的八九成以上, 而仅剩下的幸福,不过占了我们人生全部时间的一二成。 慢慢的,相信我们都会明白,唯有尽量扫除人生的障碍, 我们才能迎来理想中的幸福人生。 人,要在退休前及时扫除障碍, 避免碰到这九件事将为我们的晚年铺路。 退休前,避免透支自己的身体。 在现代社会,无数的中年人以及接近退休的人都会为了赚到一点小钱而透支自己的身体。 最后的苦果,也只能由他们自己承担。 透支的本质,就是在用今天的小钱来填补未来的大坑, 短视到了极致。 说的好听点,叫好好赚钱。 而说的不好听点,不过是得不偿失罢了。 退休前,要避免招惹是非。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 而有江湖的地方,就会有是非。 或者说,人的本身便是一种是非。 人类之所以活得痛苦,不在于他们过得贫苦, 而在于他们招惹到了不同的是非或患。 到最后,这些是非就跟垃圾一般,让人处于垃圾围城的境地当中。 不惹是非,尽量做到断舍离,那才是普通人的追求。 退休前,要避免手中无钱。 人,不能够透支自己的身体去赚钱,会因小失大。 同时,人,也不能没有钱。 缺乏金钱物质的生活,本来就是不靠谱的。 尤其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 他们的压力以及所面临的风险,那是巨大的。 这个时候,好好地存钱,积累足额的资产,那才是王道。 退休前,要避免过分贪婪。 有一位名人说过,人类的欲望永无止境,得到了大房,又想富甲一方。 富甲一方之后,又想有权有势,丝毫不懂得知足。 年轻人可以不知足,因为他们还年轻。 可接近退休的中老年人,就不能过分贪婪了。 认清自己的定位,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子,方能步步为营,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晚年。 退休前,要避免乱动善心。 谈到善良,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做人善良,就一定有好报。 说实话,这是你我美好的西纪。 可是,现实并非如此。 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尽量收敛自己的善心,而且为其增添锋芒,千万不能让善良泛滥,成为了老好人,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添堵。 退休前,不能过分消极。 王阳明说过,心侠乃祸之根,心旷为福之源。 一个人的内心过分狭隘,那是祸患的根源。 反正,一个人的内心过分扩大,那就是福气的开始。 无论面对什么事,我们都需要心怀曙光,迎接花团锦簇的未来。 退休前,要割舍不必要的闲人过客。 你我之间有感情,那自然可以相依相伴。 特别是有几十年交情的挚友,我们更要好好地珍惜。 可对于那些毫无感情的过客,我们就可以挥手说再见了。 摆脱不必要的人与事,远离毫无意义的陌生人,这样做看似有些不近人情,可实际上却是做人的成熟。 要知道,晚年的人生不可能是家法的人生。 唯有不断做减法,生活质量才会不断提升。 退休前,要避免家庭关系的恶化。 无论在什么时候,家人都是我们的支持者,也是我们的后盾。 宁可远离一千个外人,也不能跟任意的亲人疏远关系。 跟伴侣搞好关系,我们的晚年就多了陪伴,而少了孤独。 跟儿女搞好关系,我们的晚年就多了温暖,而少了相互背叛。 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都有属于他们的前因后果。 退休前,不要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 杨将先生说得好,世界并不是别人的,而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过什么样的往后余生,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而别人怎样看,那就是别人的事了,我们没必要在乎,也没必要过分纠结。 人生短短几十年,就是为了自己而活,什么荣辱得失,什么成败兴衰,都不过是一场空。 你我,只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就足够了。 好了,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请订阅生萧十二频道,那么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